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业板指呢 今天是零涨这个几大股指 那么涨3.43% 收报这个1654点 那么粮食成交呢 今天是一个放量 明显的一个放量到这个4249亿 那么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仅有这个2700亿不到的一个成交 所以今天的指数方面呢 是一个放量啊 这个这个价涨的表现 那么也有助于后面这个惯性的一个动能的一个延续 那么港资方面呢 今天是一个一大主力 那么近买入这个126亿 这个买入额呢 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的两倍 那么这个港资的一个买入啊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中美关系短暂出现一个缓和 那么人民币呢 对美金的一个汇率是短暂的一个反弹500个基点 啊 那么是收付了多道关口 目前呢 是在这个6.9啊 这样的一个附近 那么以人民币计价的啊 这个中国股股票啊 这个资产呢 也是获得了这个港资的买入 那么港资买入呢 基本上去的都是一些这个消费啊 金融板块 一些权重股 啊 那么这个版 啊 今天这个一股权润表现呢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户指带量反弹 港资的 港资呢 这是加速流入 啊 那么今天是由这个科技股啊 啊 这个反弹带头领涨 啊 那么背景呢 大家应该也是今天听很多了啊 基本上就是这个中国 中美这个席特晚宴呢 在过去的周末里面呢 啊 释放出了这个短期啊 啊 涨停这个关税这个加征的一个消息啊 释放出来的一个利好 那么最近呢 由于这个中美关系紧张啊 啊 啊 这个估值方面受到比较大的沉压的科技股呢 今天是带头领涨啊 啊 那么比如说通信板块啊 啊 这个电子元器件计算机板块都在涨步比较高啊 那么食品 那么啊 概念呢 就5G 啊 芯片啊 那么 食品 食品 家电这一块呢 主要还是一些资购 机构这个资金主导啊 尤其是一些港资主导啊 的一个板块呢 今天也是要有一个领涨的表现 那么整体来说呢 还是延续这个上礼拜一直提到一句话啊 对中美这个谈判啊 低预期的收容呢 容易出一些超预期的一个判断啊 所以呢 啊 今天这个大幅上涨啊 也是啊 情理之中 那么风险提示的话呢 依然是要提醒 这个月 这个月是今年以来呢 这个 限售股解禁最大这个规模的一个月份啊 到达这个4000亿啊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情绪 比较好 这个不断的一个累积上涨的时候呢 大家也要注意这个啊 这个这个止盈离场啊 对一些这个基本面一般的个股啊 要还要防止一些 还要要这个啊 看一下手头上个股最近有没有一个大大额的一个限售股捷径啊 有的话呢 对股价来说啊 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消息 那么另外呢 就是1.4万亿的一个A股 这个股 这个这个这个公司啊 商与减值的一个测试呢 是啊 特别在这明年年报里面会出来 那么这几个月呢啊 一些这个相关个股可能也会提示啊 一些这个商与减值方面 这一块呢 也会持续的抑制这个板块 尤其个股啊 那么板块的话呢 就是创业板啊 这样的一些个股啊 那么分散多的 比较在这个比较多的在这一些媒体板块啊 这个还有一些计算机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板块 所以这一块呢 也是一个风险提示 另外一个呢 这个中美关系啊 尽管这个短期出现缓和啊 但不排除啊 这个啊 这个这个中场休息之后呢 可能这个关系一旦这个啊 转微的话呢 那么 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啊 所以呢 这简单的说一下啊 那么这里呢 大家再在这个重问一下 这个席特会网页呢 啊 虽然说出见成效啊 但是如果大家去这个白宫的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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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声明 这个白宫的一些官方网站上 以及去这个国内啊 中国这个外交部的一些这个 声明上面来看的话呢 啊 这个两方的声明啊 是有所出入的啊 那么这一块呢 是来自白宫的一个声明啊 那么划线的 基本上都是这个声明里面的重点 好 那么基本上大概的意思是说 这个啊 你从这个本来明明年这个1月1号起呢 啊 2000亿这个美元的一个啊 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一个商品呢 本来是要加征这些25的一个关税 啊 但是鉴于呢 现在啊 开始谈判了啊 那么所以维持在这个10%这个关税上面 不另外的加征 那么同时呢 有个前提条件啊 啊 一个呢 是中国啊 啊 将会答应呢 这个啊 立即啊 啊 向美国呢 购买这个 这个比较这个大量的啊 农场品 这个能源产品 以及一些工业产品啊 等等 那么这呢 是立即啊 剩下 那么另外的一个条件呢 就是啊 后面在90天的这个缓冲期里面呢 是双方要就这个啊 技术转移问题 还有支持厂权权 厂权这个专利问题啊 以及一些其他问题呢 包括网络安全啊 啊 啊 这个服务啊 农业等等一些问题呢 还要进一步商讨啊 在这个接下来的90天里面 那么如果呢 这里有一个前设条件 如果这一些呢 在后面没有弹出什么啊 效果 得不到一个协议的话呢 啊 那么啊 在这个90天过后 比如说4月份的时候呢 让另外的这个15%的关税可能就会加征啊 那么啊 之前特朗普有提到说 这个可能还会对额外的一些这个关税产品进行这个加征啊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 就美国这方面呢 最近他这个声明啊 他他这个前设条件是比较这个明显的 啊 那么 而且呢 这些是受 涉及到这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利益问题啊 比如说要抑制啊 中国在这个制造2025啊 方面 包括一些高清技术的一个发展啊 那么这一些呢 对中国来说呢 也是一个比较底线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这个问题呢 能不能在这个90天里面啊 啊 弹出一个啊 双方都满意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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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出来啊 我觉得这个是难度这个极高的啊 所以呢 也给这个板块带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特别呢 是今天这个暴力反弹的这个科技股啊 啊 实际上呢 这后面也是充满着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要谨慎 这个追高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追科技股啊 风险是比较大的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外交部啊 方面的一个声明啊 那么也是简单的几段话 那么首先呢 跟美方差不多啊 都是说 这次讨论呢 十分积极啊 富有这个建设性啊 那么双方呢 达成共识 共识这个停止相互加征这个新的关税 好 那么也 也当然也承认了这个中方愿意啊 根据国内的市场 跟这个人民的需求啊 扩大从这个美国方面的一个进口啊 一些市销这个对陆的商品 好 那么最后呢 提到一句 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啊 加紧磋商 好 那短短的这个声明里面啊 实际上没有提到说这个啊 90天缓冲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更没有提到说啊 关于一些这个技术转移方面呢 一些这个如何谈判的一些问题 好 那实际上呢 这两份声明还是有所出入啊 中方这一份呢 相对积极一点啊 美方方面呢 就更加这个实质 更务实啊 更这个这个实际啊 多一点点啊 那么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出入啊 也是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啊 所以对这一块的话呢 那竟然今天这个情绪上去就上去了 那么很难也很难判断 这情绪啊 到底什么时候是是会这个立马降温啊 至少从这个技术面来看的话呢 应该还有的持续啊 只不过说呢 这样的很有可能呢 这个这个后面啊 高 这个前前高后低啊 对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啊 特别在明年二月份的时候啊 由于这个春节啊 期间呢 如果说这这个清过 春节前啊 这个钱又比较紧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不确定性啊 会更高啊 所以明年这个这个期间 只能说随着这个上月份临近 这个风险呢 未来会越来越大啊 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两份声明的一个出入的地方 好 那么就整个市场呢 有一个这个中短期的一个市场判断 好 那么觉得短期呢 既然说中美这个关系啊 三十万和的话呢 那么短期的重点啊 一定是得重新回到国内经济的一个走向啊 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中国的一个经济点啊 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 好 那么呃 先说一个 好 刚才这个中美关系短期化和中期人不乐观 好 那么大家 刚才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个啊 背景原因在上面 那么第二个呢 是国内经济到底能不能 那么间谍啊 那么11月份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制造业的一个PMI指数啊 是跌到了这个50 好 那么再下去啊 就是一个融窟啊 分界线的一个下方 意味着这个经济的一个缩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呃 大家也是在博弈 这个中国官方这个托底经济的一个政策 啊 包括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政策啊 在下个月呢 能不能这个把这个PMI给扶正 啊 重新回到50的一个上方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目前还没有新的一些数据出来 但是呢 我们从最新的一个财新官方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它的PMI呢 实际上啊 没有跟着这个官方PMI这个调到50 而是啊 仍然在这个50的一个上方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官方啊 财新官方的一个PM 财新的一个PMI指数啊 啊 实际上它可能更多是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个啊 啊 精细度啊 那么这呢 也也反映了这个国内的一个政策啊 特别在扶持中小企业方面呢 啊 确实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激励啊 令到呢 这样一个啊 代表性的一个指标财新啊 PMI呢 是有一个回升的迹象 那么过去的历史啊 看财新跟官方PMI呢 这个背离的次数不是特别多啊 那么基本上都是要收敛的 啊 那么这一次呢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这个PMI啊 官方这个50啊 未来会向着这个啊 财经PMI啊 去去靠拢 也都是说呢 这个50这一次啊 既有可能是一个见底啊 那么后面可能会回反弹 那么这个呢 当然是是一个大概的一个预判 那么后面还是要关注一下实际数据 那么第三个呢 就在中啊 在早上的时候呢 国税局方面也是比较适时的表示啊 要加大这个降税啊 减负力度 好 那么啊 这一块呢 也是有助于有助于整体中国经济啊 在明年的一个地址反弹 好 那么另外呢 这个货币信贷方面的一个数据啊 周末啊 这个周末啊 下来会公布 好 那么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这个这个啊 货币信贷传导的一些啊 一些表现 好 那么预计呢 这一次这个涉容啊 跟啊 M2啊 应该会有一个啊 见底反弹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么后面呢 这个情况就会标规矩了 好 那么最后一个呢 啊 不要忘了这个 还有一个啊 所谓的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那么现在的这个很多大行预计啊 三个月内呢 至少人民币对美元啊 不会破期 好 那么今天实际上这个人民币汇率啊 反弹得很快 好 那么这个美国加息一方面是美国经济这个泛缓了 啊 美国加息的步伐 这个泛缓 好 那么最近这个联储局啊 释放了很多鸽派的一些声音 那包括呢 这个周三的网上呢 这个联储局鲍威尔呢 会这个在国会上面 有一个啊 变 变 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啊 听证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又会关注啊 他对于这个美国中兴利率的一个判断啊 对未来加息的一个路径的一个判断 好 那么这一块呢 啊 也是值得这个进一步关注 好 那么如果从中期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上面说到的这些东西啊 啊 大部分大概率还是比较利好啊 这个中国经济啊 这个这个见底为深啊 这个股市这个见底为深的啊 那么当然啊 后面还是要进一步关注 好 那么说这个板块之前 我先大概来看一下 今天那个指数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这个今天啊 这个意外 这个低预期中的超预期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看到这个啊 护指的一个指数啊 啊 今天呢 是是是已经有有一个啊 放量啊 并且呢 是站上了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下跌通道的一个压制轨啊 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同时呢 也是在这个生命线六十线的 六十线的一个上方 那么这样的一个信号啊 都非常的积极明显啊 那么至少本周前几天啊 这个指数啊 大概率啊 都是要这个上行的啊 那么大家可以啊 关注一下 可能这个中小啊 啊 市值指数啊 它的弹性更大一些啊 那么特别是 这个通信板块啊 可能这个受益于 这个明年中啊 这个5G啊 建设的一个投入确定性比较高 这一块呢 可能机会会稍微更大一点 好 那么看一下今天几个啊 表现比较这个亮眼的板块 比如说这个期货概念股啊 移动啊 中国中期呢 三个零九九六是涨停 好 那么主要的消息面 或者说事件上呢 就是这个中国几个这个大的股指期货呢 是再度这个松绑 那么上个周末的时候呢 股指期货这个表 这个恢复常态化啊 那么政策出来是要放开一些交易限制啊 比如说降低保能金啊 等等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一些这个做对冲的机构的话呢 由于这个保能金下跌降低的话呢 那么他呢 可能啊 可以有更多的头串啊 去买入这个现货 而不会受到这个保能金方面啊 这个风险的一个拖累啊 那么政呢 对于底部的股市啊 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刺激作用 那么另外呢 当然这个啊 衍生品产品的一个流动性提高 对于整个市场呢 也是一个好事 那么最后呢 就是啊 为了迎接未来MSCI富时指数啊 这个外资的流入啊 啊 提供这个 令到这个股股票市场上呢 它的功能呢 更加多样性啊 能够做这个双向的一个机啊 的一个这个这个操作 那么实际上呢 也是一个啊 从中期来看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消息 另外一个呢 这个白酒股啊 刚才提到啊 异动啊 那么主要是涨价方面来袭啊 涨价的一些消息啊 比如说这个财连社啊 之前报道呢 多加系列酒这个经销商上宣布这个涨价啊 龙头这个梁液方面呢 是啊 制定出了这个多个产品提高超百分十这样的一些这个啊 公告啊 那么加上呢 今天这个人民币啊 又升值 那么这些外资啊 呃 是比较倾向于国内的一些这个消费啊 特别是白酒这一块 那当然了 这一块风险提示呢 就是整一个国内白酒啊 周期啊 基本上进入到了下半下半场啊 偏这个中后城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后面呢 别多大的这个成党性啊 实在是这个啊 不是说这个不能太过于这个积极置信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 还是要要这个相对谨慎一点 好 那么这个上面提到个股还没有持有啊 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